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苹果掉下来 不会有什么稀奇 可是牛顿却想到 地球一定有一股力量把苹果拉上地面 根据这个假设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 牛顿读小学的时候 成绩很差 我不喜欢上学 上学好无聊 可是牛顿喜欢动脑筋思考 还会做各种玩具 有一天 牛顿制作了一个小风车 风车迎风站个不停 大家一边看一边夸奖 这时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 一把躲过小风车 轻蔑地说 哼 你当一个木匠还差不多 我问你 你知道这个风车为什么能够转到吗 这个问题把小牛顿给拷倒了 他面吼我吃 答不上话 那个学生更神气了 把风车扔在地上 扔灭彩 笨蛋 看你的风车还转不转 一向弱弱的小牛顿分怒了 他下定决心 我要努力学习 很快的 小牛顿就成为班上最顶尖的学生 牛顿十四岁的时候 牛顿十四岁的时候 因为家里贫穷 只好回家务农 有一天 突然刮起了大风 骨仓门被吹得乒乓作响 牛顿 你赶快去把门扣上 过了半个钟头 母亲到我一看 那扇门已经被风吹倒在地上 而牛顿趁一回吹着风跑过去 一吹力的风走回来 母亲喘气的大喊 牛顿你在做什么呢 牛顿一边跑 一边气转叙叙的说 妈 我在测量风的速度 你看 风会帮我跑一段路呢 母亲突然明白 这孩子应该把他送回学校去 有一次 牛顿正在做实验 家人叫他别忘了把鸡蛋煮来吃 几个钟头过去了 家人看见牛顿还在埋头做实验 便问他 鸡蛋煮熟了吗 牛顿头也不抬的说 正在煮呢 家人掀开锅盖看 吓了一跳 锅里煮的哪里是什么鸡蛋 而是牛顿的金表 原来 真心做实验的牛顿 把金表当成鸡蛋 随手转进锅里去了 1661年 牛顿成为剑桥大学的学生 他刻骨专严 在物理学方面有了突出的成绩 他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 被人们命名为牛顿力学 牛顿成功的故事告诉我 要做一个有创意 会思考而且努力不下的孩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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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